以前跟兩年過 很多國家現在開始 中式公共衛生的風險 我們臺灣在兩年前有同過公衛書法 今年十一月份有半九戶 今年一月中訪問 加共有百十一人同過科技 請坐我們再來 頭一天的公衛書 今年公衛書正舊國庫 超過一千五百人報庫 十五訪問 總共一百十二人同過科技 競爭是經濟烈 報庫的人 甚至不來在大學到 公衛學會教職員 也有公衛的研究人員 要有關關雅同過科技 在到公衛書的主意 嚴格吉他也是駐台國庫一行醫 公衛相關研究所 甚至要醫師也來報庫 還說都有公衛的相關學習的 專業人士 其實臺灣日空日空年五月 外省公佈並且是死 公衛衛生疏返 只剩下就頭一個立法的國家 未來這裡在到國家正舊的公衛書 可以只剩下給予一個新婦 可以協助政府最好 公衛準備跟軍隊健康管理這些工作 對我們設定的一個方式 是專業不專屬 用這樣的一個證照 跟這樣的法 肯定公衛生師的一個專業 不專屬 就避免跟其他的行業 有所漢格 有了公衛生師的加入 在我們整體的一個防疫的架渡裡面 更完整 臺灣公衛學會表示 頭一次公衛書 大概有100多人 以願需要競加署的認得 今年7月要在教科 有個2、3日裡面 公衛書 從本來提醒到500到600人 記者 智雄學報道